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看感应篇第83节 见他是病 便说他故 见他提相不拘而消之 见他才能可称而遗之 这一节 诸节里面说得非常好 他的意思就是 这个事变用现在讲的话 就是过时 或者呢 是在他不得知的时候 遭遇到困境的时候 世间一般人 往往在这个时候 说他种种过时 过时或许有之 多数无中生有 而是猜测 推想 并没有事实根据 这是谋家理想 这种愚愿忘人 那柱子里面呢 有几句话说得真是实话 天下之四 本来 拜一而成了 所以是好似多么 成就非常不容易 我们仔细观察这个社会 甚至于自己细心想一想一生的遭遇 是能成好似 利益社会 利益众生的死 决定不是利益自己的死 这样的好似 能不能成就呢 也未必然 我们知道 为什么 这要众生的福报 我们自己发心 为众生佛物 为众生做一点好事 众生有没有福报 没有福报 我们的发心 我们的行为 很容易被人破碍 现前如是 过去也如是 我们在历史上看 历史上 中国最明显的历史 南宋时候的岳飞 尽忠报国 确实是为国家 为民族 为人民 还要遭勤愧 高中 把他杀掉 可是在历史上 后人 永远 纪念他的 当时 他不得知 这是最明显的 好事 多么 由此可止 我们想发心 我们想发心 替社会 替众生 做一点好事 要是想 没有障碍 不可能的事情 障碍 从哪里来的呢 若不是自己 本身的业障 众生 没有这么大的佛报 他该遭难 该受罪 祝佛菩萨来 试心 也救不了他 类似这个事情 古今中外 是太多 太多了 至死人人 可以说 任何一个时代 任何一个地区 皆有啊 往往 他们 多半都是不得知 不得知这些人呢 隐之在山里 你看中国历史 二十五史里面 每一部 都有隐移之 这一部分 里面都记载 隐之 有道德 有才能的 这些人 他们不是不愿意 出来替社会国家 作死 没有机会 才出头 就被别人 压抑了 隐缘太多 不得已 退居 山林 甚至于 有些出家了 有些修道了 在中国佛门里面 道观里面 社会一般人常说 这个里头 雾虎 藏龙 真的 那不是假的 但是这些人 真的 有学问 有道德 他们不得知 他也能 安分手起 他懂得 修行 养心 将自己的精神 生活 不断向上提升 他不会 为非 作呆 为什么 他不为自己 他为众生 有云 就精神 天下 没有云 那就独善 其身 这个诗 我们一般 就观察了 只有我们 这一生 五十年来 我们的遭遇 我们的经验 又何长 不如是 跟我时间 久一点的同修 都知道 我们要 没有遇到 韩观长 我们这一生 什么都不能谈 也只有 去隐居 自己 修 个人 对于社会 对于佛教 就不可能 有贡献 隐居 太多 太多了 所以遇到一个得利的后方 韩观长 往生之后了 我们的障碍又来了 如果没有继续遇到 李牧原居士的护士 我们 我们 也是 什么都不能 做 所以我常讲 我们在佛法 对社会 所做的一切工作 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 没有 功劳是谁的 护法的 这是我常常讲 护法的功德 超过 红法功德 不晓得多少倍 红法的 法门龙象 我相信这种人 很多 但是这种人 没有游烈的人 护士 他的德行能力 一筹莫展 不能发挥 我深深的相信 比我能力强的 比我智慧高的 多 扩席 没有遇到 得利 护士 所以我每在一个地方 都劝导 四中同修 要懂得 护法 佛法 能不能常住在世间 能不能利益 广大的众生 完全在护法 那 红法的人 再有能力 再有德行 再有学问 再有智慧 没有一个得利的护法 他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 默默无闻 没有人知道他 一般是 自私之利 没有方向 凡是见到于自己 利益有损害的时候 他一定 起来反抗 一定起来障碍 这是人之常情 古今中外 在所不明 所以我常常 劝导同修们 你们发行红法 你们一定要尊重护法 要接法院 如果自以为是 供高我慢 莫重无忍 你的法语言断掉了 没有人护持 你再有能力 你也没办法发挥 所以我常常做比喻 像一个学校 护法是校长 是一个学校 行政领导人员 红法的人是教员 护法的人 要有慧烟 能够认识一个好的教师 聘请他来 帮助你 红法立身 红法立身的功德 是校长 不是教员 我们今天 在新加坡做的 所有一切成就 李牧原居士 是新加坡 佛教居士林 尽宗学会 不属于我们 这个认知 一定要有 佛教 四中同修 都有这个共识 都有这个认知 能够互做 互相尊重 正法就能够 救助世界 就能够消除 种种的天灾 人祸 这个事情 难 难在我们 无时接来的烦恼 不容易放下 虽然说佛了 出了家了 受了大戒了 或者是讲经说法 当教员 或者是做住持 检约 管理这个道场 如果还有私心 红发立身的四叶 就会受到障碍 严重的障碍 这是我们要反省的 把他障碍住 障碍住了 障碍之人 一时短暂的 欢愈 可是将来的果报 苦不堪言 发其菩萨书生 治药经里面 就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那一部经 我们过去讲过三遍 我说是末发时期 我们的救命经的 我们所犯的种种过失 自己不知道 世尊大慈大悲 一夜为我们说明 这部经 真正是有心人 至少每半个月 要念一遍 经文不长 把它当作戒律去念 常常反省 我们有没有犯这个过失 有没有这个悟念 有没有做这种悟心 如果有 现在赶快改过来 还来得及 改过 一定要落实 过去 我张爱别人 这是过失 怎么改过来 现在 现在觉悟了 我要帮助一切人 红发立顺 过去 见他才能可撑 总是极力 比赶紧于他们 现在翻过来 赞扬 赞叹 不但赞叹 而且还 秦转发了 倾服 主事 全心全力的 拥护 这个叫做真 忏悔 这是 真的 回头 借他提相 不拒而笑之 今天 我们社会上 所谓的 残障人士 他们已经很不信 我们遇到 这些人 他的行动 不方便 应当帮助 应当扶持 不但不帮助 不扶持 还在旁边 讥笑 这个罪 就这么多 你一讥笑他们 将来你必定得 这个国报 你能够抱权 你这一生 身体不会受到 伤害吗 夜阴 国报 丝毫不爽 我们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你造什么样的夜阴 必定有国报 夜阴从哪里造 奇心动力 就已经造 一念善 这有善报 一念悟 一定有悟报 善悟的一念 表现在行为上 古报就更明显 更快速 不舒服的 或者是没有 深入紧张的人 我们可以说 麻木不忍 不知道 不知道反省 不知道 忏悔 不知道 改过 自信 到 到 古报 来的时候 后悔 无极 所以我们要怎么记住 自古以来 一切好事 一败难成 一败难成 我们要是有这些过失 有这些悟孽 已经是不敬人情了 不敬人情 说个不好听的话 他就不是人了 不是人 来生到哪里去呢 三卧道去了 那么 提到我道 每个人 都不愿意听 甚至于还有些人 说这是迷信 无极之谈 那么 那么 我说这些人 是麻木不忍 为什么呢 夜阴国报 这些事情 不仅是古书上 记载的多 现前就有 就在面前 居士林这个小道场 夜阴国报 几乎每个月都有 每个星期都有 只要你冷静细心观察 这不是书上记载的 不是传说的 在你面前 你轻言所尽 你要不相信 那不叫麻木不忍 特别 鬼神这些事 真有我 不是假有我 太上给我们讲 巨头三尺 有神明 神明在建成 我们不能 不明白 不能 不了解 怎样自求 多福 都在我们的一生 灯灯灯回头 放弃自己的成绩 随圣佛陀的教诲 这种人 这才是真正 有智慧 有福 前途一片光明 如果一昧 随圣自己的成绩 前途是一片黑暗 这几天 我因为 有一些 各个宗教的应酬 另外一些事物 我们将造成 奖金 停了五天 今天 我们 恢复到正常了 请看 感应篇 第 八十四节 这也有 两句话 买骨 亚人 用药杀术 这在整个大段落里面 这是第十一个大段 无因 欢迎句话说 没有云因 无缘无故 造作的物业 买骨 亚人 在新加坡这个地区 我们很少听过 我在 少年时代 抗战期间 在湖南 在贵州 在读书的时候 这些事情 常常听到 是不是真有其事呢 我没有见过 但是我听说的 就太多太多了 可能有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呢 在重新 帝王专制的时代 是犯法的行为 国家法律 所不容许的 那么 古 听说有许多许多种 古大德告诉我们 凡是 去养骨 放骨 害人 都有很深的过失 他为什么 要放过害人呢 听说 这个古毒啊 到一个阶段 如果播放 不害别人呢 他反过来伤自己 所以这种事情 不害人 就害自己 有什么好处呢 我曾经听说 养骨的人家了 那个家里都非常干净 非常珍惜 真的像一尘不染一样 古毒有很多很多种 大概都是一些毒学一类的 毒学 有的像这个 蜘蛛 蜘蛛 这些都有道理 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在佛法里面讲 过去世的业障 他也没有这个业障 不会干这些事情 过去世 深重业障 是因 现前的是远 年轻人 喜欢稀奇 古怪 好奇啊 可是 你走进去之后 出来就很困难 那么这个事 也是没有善由教导的 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那么这一句 我们做何解释呢 广义的讲 凡是损人不利己的事 都在这一句范围之内 损人利己的事情 尚且不可为 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更不应该造作 我们对一切人 一切事一切无 要长存一个爱心 下面一句呢 用药杀树 这时 伤慈悲心 在我们 现前 环境里面来说 这个意义就更深 没有正当的理由 破坏自然 生态环境 不懂得 人 与自然环境的密切关系 佛菩萨教导我们 世间 古神仙仙教我们 人名 爱无 换一句话说 神仙的教育 无他 欺负 我们爱心 培养我们爱心 而已 今天 我们接触的宗教 很多很多 这许许多多的宗教 我们发现有个共同点 共同点是什么呢 爱的教育 佛家将慈悲 一片慈悲 一切慈悲 你看 天主教 犹太教 基督教 这个算是一个系统的 神爱事 上帝爱事 印度教 婆罗门教 大凡天 也是爱事 综合所有的 这个宗教教学 圣贤教育 就是这么一句话了 我们要不但要爱人 还要爱恶 你看看 佛经 菩萨界里头 佛劝到我们 亲近比丘 不踏生草 你看那个草 小草 它长得和和泼泼 你这么忍心 踩到它头顶上 人的爱心 到这种地步 连一草一木都爱护 他怎么会不爱人呢 怎么会不爱动物呢 怎么会伤害人呢 人生活在爱的世界里面 这是真正幸福 前几天 我们这里有一些同修 跟随 李牧原爵士 我也去参加了 见到此地 一位 一百零一岁的 老修女 许子 她一生 就是生在 爱的世界里 幸福美满 她给我们讲 她是一百零一岁的年轻人 她真年轻 我们看她的身体 也不过就四五十岁的人 什么说 也不能相信 拿出身份证 她给我们看 真的不是假的 她是一九零零年出生的 今年两千年 照中国算法 一百零一岁 她是广东潮州人 所以她懂广东话 懂潮州话 懂英语 也懂普通话 这么大的岁数了 我们从她身体 体能上看 她跟年轻人一样 我仔细观察 她牙齿掉了一个 她告诉我 牙齿全是真的 只掉一个牙齿 实力很好 天天看书 不带眼镜 耳目聪明 反应敏捷了 非常有智慧 每一天还做义工 昨天我讲经 本来要请她 到我们讲堂 给大家看见见面 她昨天就上课去了 她现在每个星期 还有几堂课 教别人进座 我们去 她翻根斗 给我们看 我们一般人 五十六十不敢了 她还可以翻根斗 给你看 表演给你看 告诉我们 她一生心地清净 没有烦恼 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这是养生之道 夜生 不见 世间故 你看到一些 不好的事情 看到恶人 你有没有感受 没有 见如不见 她就像是 她举个例子 给我们说 就像我们走在马路上 看看来来往往 那些人一样 马路上来来往人 很多 心里都不落印象 你看看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什么叫不落印象 不落印象呢 就是断食尘治 我们凡夫是用识 第六十是分别 第七十执责 第八十论印象 楠言经 教光法斯 在诸节里面教我们 施食尘治 用根 施食尘治 我们不用第六十 也就是说 我们不分别 不分别 那么你用的是什么 妙观察制 我不用第七十 第七十执责 不执责 不执责 你就用平等性质 不用阿拉耶什 阿拉耶什落印象 他不落印象 不落印象 就是大元进制 所以他的生活 他所用的 他用的是智慧 佛家讲 他在生活 日常生活当中 除世待人介物 他用四智菩提 所以他健康长寿 一点毛病都没有 我们四时五时 腰酸被痛 人家一点病都没有 完全正常 所以他说 他是年轻人 这个是明时相符 他真的是年轻人 我亲眼看到 我也就真正正明了 过去 李老师跟我们说 中国医学的根本典籍 黄帝内经 灵书经 里面所讲的人的寿命 正常应当要喝年百岁 你寿命活不到年百岁 是你自己把身体糟蹋掉了 我们同学当中问他 你会不会生气 一生没有发过脾气 没有生过气 他告诉我们 一分钟的 法怒一分钟 要三天才能恢复正常 这个话 我听了 相信 我懂 佛家 道家 都讲求养生之道 什么是最健康的 人的身体 心情 跟大自然融成一片 这是真正样生之道 完全是豁富于自然的 齐情五欲 都是扰乱自然 破坏自然环境 那么在齐情五欲里面 这个齐情 喜怒哀乐 爱无欲 我们佛法讲 贪嗔是慢 最重的 最严重的 就是破坏力量最大的 是诚恨 是怀怒 其他 有欢喜 爱好 这些是小的震动 破坏的面 小 不是太严重的 都是会有伤害 真正修道人 他心清静 决定没有 五欲六成的意念 所以人家长生不老 但是在接触外面环境里面 好像也有喜怒哀乐的表情 那是什么 那是应付人情 不是真的 有喜怒哀乐 那就是佛家讲的 横顺动身 随习功德 你有忧虑 我总不能在这笑啥 那人情上讲不过去吧 你有悲哀的事情 我也有悲哀的这个 样子给你看 而这种事 是发自于内心的 不是虚妄的 众生喜怒哀乐 说实在话 他脱离了真心 虚伪的 这个里头的 道理很深 不是深入境障 你体会不到 所以是清净心 永远生活在大慈悲的境界里头 这个人不老 这个人不衰 这个人不迷 不邪 不染 佛法讲 究竟圆满 殊胜 功德 真实的快乐 是说的这个 反复没有啊 赞叹的几句 就欢喜得不得了 说几句不好听的话 要生好几天的气都摆不平 这都叫自杀了 于自于他 多么有利益 所以 佛在经上常讲 就是世间人 可怜民者 真的可怜啊 这位老修女 老修女 一生当中 有没有遭遇这些事情 太多太多了 有赞叹他的 有毁谤他的 有侮辱他的 不管你赞叹也好 侮辱也好 他无动于衷啊 他不走心 决定不放在心上 决定不把他当作一回事 而一个心呢 只有爱 他什么宗教说 他昨天 对佛教是特别有好感 他说他们的教友 说他 你怎么常常看下魔鬼的东西 他的回答呢 他说 我看世界上所有的宗教 都是一片光明 华阴经上说 别人说法 无法不远 这是一个 圆满智慧人 所讲的 他没有修佛了 他实际上 他是菩萨 真的 一点不想 无界实善 三福六度 要我给他打分数 都可以打满分 自己生活非常简单 一天吃一餐 他的生活 回归到自然 我们也有吃一餐的人 这个菜里面 还要放一些油盐酱醋 还有一些调味 他通通都没有 只有生菜 顶多 生菜用水把它煮熟 什么作料都没有 完全回归自然 一福 一福 捡别人破旧的一福 穿 不什么有钱 供养他的人 好多 他说 别人给我这么多钱 是要我替他做好事 替他修福的 这个钱 自己不能用 衣服捡破旧的 他说 我要做一件新衣服来穿 打扮打扮 自己穿得漂亮 世间还有很多人 没有衣服穿的 没有饭吃的 我怎么对得起他们 你就晓得 他的爱心是真的 不是假的 爱一切众生 我们天天讲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就 慈悲 我们没做到 他完全做到 看破放下自在 随缘念佛 他也做到了 舍佛的好处 舍佛的利益 从他身上 我们得到见证 得到证明 生活那么样借鉴 我们看起来好像很清苦 他在这个世界第一快乐人 第一信夫人 没有人能跟他相比 他101岁 自己住一个房子 没有人照顾 他照顾别人 每一天都出去 有一些贫穷 清寒的人家 他都去帮助 都去照顾 他告诉我 有人租房子 房租交不出 他去替他交房子 有人家里面 水电费 没有钱交 他去帮人交水电费 没有得吃的 他就送米 我来前去看 他那个房子 对的大概有 二三十包米 人家送给他的 送给他 他去布施 到处布施 这个是 人民爱物 好榜样 修行正骨 我们亲眼看到 我跟李居士 说过了 邀请他到 居士林道场 在我们讲经的时候 请他上台 跟大家见见面 我们如果 真正能够 接受佛法 依教奉行 也能像他这个成就 也能像他这样 真正幸福 美满 他一生 建了十几个养老院 一生的工作 照顾老人 照顾病人 在佛法里面讲 无微布施 得的古报是健康长寿 所以我们看他 财布施 法布施 无微布施 他是以无微布施为主 财布施 法布施 是附带的 总额布施 一节十三 三节十一 他以这个为主 所以这个古报 展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对于佛陀的教诲 深信不疑 应当要努力 依教奉行 脱开心量 爱护众生 所以他说 那天我们要问 你到底信什么宗教 他说 我信爱的宗教 这个话说的有道理 爱的宗教 把所有宗教都包裹了 一个宗教都不露 言语简单 意味 无尽 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这两句吧 有道理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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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